要把小星蛙這樣吃下去了 好多喔 他一天吃三隻咧 蛤 一天會吃三隻 魚骨文 拍到文 風吹日曬的影響下 感覺老化特別快耶 聽說他是免打針 免吃藥 而且不會痛喔 我們是另外一種醫美的東西 就是可以讓你連動靈的東西 動靈 回春 對 可以賺很多錢 哇 到底這個陳大哥口中 能讓雜伯郎回春動靈 還能口袋moneymoney的東西 會是什麼啊 美容養顏的聖品 這個就是啊 這個就是養顏美容的東西啊 你說它是動靈回春的產品 對 就在裡面 它裡面的生殖草 就是所謂我們所稱的雪蛤 肚子剖開 對 吃裡面的生殖草 對 所以你要寫這個 要三年六個月 哎呦 搞了半天 原來這個讓女人回出的秘密武器 居然是牛蛙的舒卵管 生殖草喔 不過想要學習這取雪蛤的功夫 可不簡單 第一堂課就先從牛蛙的前身 蝌蚪開始來認識吧 沒想到牛蛙長得比一般的青蛙大之外 連蝌蚪寶寶都比一般的大耶 你看 對 哎呦 好會跳 比我的母子 跟我母子一樣粗耶 它的後腳也長出來了 對 這樣 好 這樣 就三個月以後 它就變成小青蛙了 等一下 學姐姐 我看啊 那邊怎麼會有那個白色的蝌蚪啊 那個是突變的 白色的 哎呦 你也好聰明 好 白色的 好 來看看 白色的有長得什麼不一樣嗎 沒有 也很大耶 你看 可是它的時間 這個突變的 它在時間要變跳後腳是很久 多久 差不多要三年的時間 三年 對 三個月 三年 剛剛說黑色的是三個月 對 三個月 這個要三年 對 講到這兒 不妨要順便跟大家補充一個小嘗試喔 其實牛蛙原本是居住在 北美洲的外來種 生長時間大約是兩年 但因為屏東的氣候炎熱 這些移民來的牛蛙 居然只要三個月 就能夠頭好壯壯囉 但在長成小蛙以後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工作呢 牠在大隻 和小隻很快 你不要留 牠在大隻 吃小隻 兩隻都死 什麼 牛蛙會自相殘殺 對 大吃小 對 所以要把它分開來 對 要把它分開 這個小青蛙 感覺非常的可愛 滿可愛的 滿滿一隻都是小青蛙 很重耶 很重耶 有沒有看到 太多了耶 好漂亮喔 跳… 有點像你知道怎樣嗎 我們是不是在餐廳裡 有吃過活跳蝦 活跳牛蛙 活跳小牛蛙 哇 滿滿一籠 放下去囉 好可愛喔 這個大概是多大的小牛蛙 這個差不多有兩個月了 兩個月 而且你看牛蛙喜歡 他們都跳在一起有沒有 對 牠把那個大的給蓋住了 牠會躲嘛 因為牠看到人就躲了 躲 躲起來 那看到你也會怕嗎 會啊 牠也不知道我會告訴你 來了 又來了 哇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是不是覺得這群小青蛙 就像爆米花一樣 哺哩波羅的不停地跳躍出來 實在是很可愛耶 不過大姐說 牛蛙天性凶狠 大的牛蛙常常會去霸凌小牛蛙 甚至吞食掉呢 所以為了顧及經濟價值 要去把這些害群芝麻給揪出來 那隻大青蛙 剛剛把小青蛙這樣吃下去了 真的喔 對啊 然後抓起來 趕快抓起來 所以大的要分開 你看 這一隻大概多大 小的 小的來一隻 差那麼多 大小 沒有 牠吃會吃牠的 很好吃 所以說要把它分開 你看這大小真的差好多喔 他一天吃三隻 蛤 一天會吃三隻喔 你看我們省事就很多 跟我們人一樣 早午晚餐 對不對 早上吃一隻臭丁 這樣對 所以說如果在池裡面有發現 這麼大跟這麼小的 我們要趕快把它separate 對 你有聽過釣錢蛙嗎 在網路上說 聽說屏東這裡的牛蛙會吃錢幣耶 它一咬錢幣就招財了 來釣錢幣囉 來喔… 來咬喔 來喔 中二透喔 喔唷 喔唷 有一下的 不是啦 不是喔 對啦 真錢倒是啦 我們這牛蛙 不是 牛蛙不吃鹹壁喔 對 要給牠吃 我來吃 你來吃 不是這樣用 這樣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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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這樣 這樣會爆開嗎 這麼大力喔 對 一隻都噴那麼遠耶 快速喔 我本來就要那麼快 我感到妳會… 妳在丟牠耶 不是啦 就是這樣砸 這樣子砸 就會來吃 就會來吃啊 對 而且在等牠們飽餐過後 還要注意放低音量 以免打擾牠們喔 快 喔 快來這裡… 唉唷 這樣是多少 那就是會聽到 牠會冰土呢 緊張牠會冰土呢 唉唷 真的 有一隻已經翻肚了 對啊 為了要提高牛蛙的存活率 小Peple呢 就是要避免驚嚇到牠們 以免牛蛙胃進卵而導致死亡 尤其是這個 介於三到十個月大的牛蛙 正值成長的高峰期 只要小心照顧 不用六個月 就可以到了 可以宰殺販售的大小囉 這個比較大 巨無霸超大的啦 對 它這個… 這個… 等一下 這個是…這種最適合… 最適合做雪蛤 這種的喔 這種是什麼 這隻是無的 無的 無的 你怎麼知道這是無的 我看牠這個就是無的 這比較… 它旁邊這個… 比較小圓的 比較小圓的 這個是鷹仔 鷹仔 這鷹仔比較漂亮 就是無的 對 鷹仔我找一個鷹仔 這隻是鷹仔 那隻是鷹仔 不要跑 這鷹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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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鷹仔就是看這裡 看一下… 它的鷹仔比較大 鷹仔比較大 比較大隻的 這比較小 而且是不是只有鷹仔會叫 鷹仔會叫 母的不會叫 刮刮刮刮 刮刮刮刮刮 那個就是鷹仔鷹仔 對 球鷹仔 王子 青蛙王子 我們來完成你的夢想好不好 沒有啦 我有先生的 不要和青蛙心 我幫你用啦 青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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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要來對付這一堆 炒下去 每次在收成的時候 一天都鷹一萬斤 一天鷹一萬斤 一天鷹一萬斤 像你鷹一斤 要怎麼辦 才剛上鉤 馬上就被大姐給嘲笑了 不過話說回來 眼前這些平均十三兩種的牛蛙 跳躍力實在太驚人了 來 不來 好重 來 很快 好重 來 收集好的大牛蛙 緊接著要一箱一箱堆疊在一起 再送往下一個集散地 準備進行今天打工體驗的最高潮 取雪蛤囉 我們的重頭戲 取雪蛤 等一下大哥 看你這個汗臭就知道 你應該是萬蛙斬吧 沒有啦 它是不是已經現在已經冬眠了 已經不會動了 對 要不要交給你 你先示範一下好了 我先看一下 那我先示範一下囉 因為接下來的畫面 過程實在太血腥了 我們決定跳過 直接就來看看 活生生最新鮮的雪蛤 究竟長個什麼模樣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好了這一盤 已經處理過後的雪蛤 有沒有看到 我怎麼感覺有點看起來像那種腦啊 沒有 拿起來看看 有軟軟的耶 對 有一點軟軟的 因為它沒有經過乾燥 乾燥後的長什麼樣啊 乾燥後的 我們這邊有一包乾燥的 摸起來的感覺很像 硬硬的一顆一顆的 有點像小糖果一樣 沒什麼腥味 有那種柴魚乾燥柴魚的味道 對 我很好奇這怎麼賣 這個喔 一百 這目前是一百公克 一千兩百塊 下面一百公克要賣一千兩百塊 這個取得不易啦 取得不易 啊我可以現在馬上可以吃嗎 噢不行不行 要經過烹煮 煮過之後才能吃 對 不然你現在可以咬下去 牙齒就斷掉了 是喔 比牙齒還硬就對了 那怎麼煮才好吃 怎麼煮喔 嗯嗯 也可以拿去燉木瓜 青木瓜 燉青木瓜 對 不然就是跟冰糖一起混煮 混煮 對 吃了之後可以 如果燉青木瓜的話 可以吃女生的 胸部豐美 按摩按摩就對了 對 我們去按摩按摩好嗎 OK 如果燉杯已經夠大了 你不用再升級了 你這樣太恐怖了 其實為了將養蛙這樣的傳統行業 提升其附加價值 陳大哥一家人 可以說是下足了苦工 因為眼前這些高取下來的生殖潮 還必須不斷洗淨風乾 製成乾貨 再去萃取營養成分 才能夠研發出讓女性免打針 免吃藥的凍鱗回春聖品 上菜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而在辛苦工作一天後 大姐們也準備了一頓 好豐盛卻讓人有點夾夾的 牛蛙大餐來慰勞我們 像是有著Q彈咬勁的三杯牛蛙腿 以及用牛蛙味炒出來的屏東名菜 翠葫蘆炒九層塔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這些美食的陪伴下 跟大家說拜拜囉 一組一次的陪伴下 好 Disea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